哪些月季和花卉是真正的耐热品种 能在两广地区表现出色 大家好 我是轻银小卓 今天来谈谈真正的两广福音 婚礼的钟声配得上两广福音 它不但耐热出众 而且耐晒耐开和耐雨林都比较优秀 开花性也好抗病出色 安索菲比克耐热的表现已经被大家所知了 这两个都适合盆栽 得栽表现也较为出众 夏天的法版花公纳状态很好 一派生机勃勃 光是官叶也让人赏心悦目 花公纳的分支和直立性较好 在整齐的层面绽放的裙开效果很好 它是最美的月季之一 也是最出色的月季之一 大花浓香生长分支出色 耐晒耐开耐热 耐雨林抗性也不错的月季能有几个 梅杨小姐也属于耐热之宝 它的综合表现极为出色 推荐两广地区的灾或大盆栽种 视频中薰衣草莓地兰的下花花量可观 它的开花性和灌从效果遥遥领先 悠久的约定耐热也比较好 夏天的观赏效果挺不错的 抗性和耐雨林等方面也没有短板 红宝石冰是开花极其抗性出色 夏天的开花性和花量都很好 耐晒耐开和耐雨林出众 细叶美女婴春夏秋开花不停 耐热好是很好的花茎前排多年生植物 我栽种碎花婆婆那一年了 它的耐热也不错 多年生草本很省心 不怕日晒雨林 婆婆那的花色和高度搭配乐剂 效果很好 果汁阳台的抗性弱了些 不过耐热也是比较好的 两广地区的阳台环境也不用担心病害 如果露天栽种 需要在雨季预防黑斑等病害 同样耐热好而抗性不足的 还有美人力服爱怕索和珍皱 只要控制住病害 就会有不错的表现 黄色系品种中 烛光的耐热还不错 夏花表现尚可 多年生草本金光菊和松果菊 也是夏季花园常备植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